Hello 大家好 我是美心 今天就和大家簡易地說一下 makeup base 因為其實 makeup base 有很多種 有些是令到妝容持久一點 或者是收毛孔 但有一些其實可以幫你均勻做膚色的 現在主要是說一些大家 可能平時不是很清楚那個功能 或者很容易撈亂的 說明是簡易版 我就盡量化範圍選 makeup base 其實就是幫你化粉底之前打底 有些人就選擇不用 有些人就因為覺得他們不用 就不想多加幾層 但其實我想說 makeup base 是很重要的 甚至可以令到你減少用粉底 我有時候教學生 其實本身她的瑕疵不多 她只是想說膚色的話 其實可能她們就用 makeup base 都已經夠了 好 這裡有很多種 其實我只是分兩類 譬如有一類就像這些 它是修飾毛孔 還有控油 這樣就可以令到你底的持久度增加 還有令到毛孔看下去 原粉底之後就會修飾了 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你用它單用可能你不覺得 但你要加上濕粉之後 才會看到可以修飾毛孔的功效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 用完之後好像沒有分別 那你記住 一定要加上濕粉之後才會明顯 有些是有顏色的 這些是調色用的 makeup base 一般都是全面用的 那我今天反而就想說多一點點 這一方面 有色的 makeup base 記住是不單可以幫你均衡的膚色 而且可以改善你的膚色的一些瑕疵 那為什麼不就這樣用濕粉呢 那濕粉呢 你正常應該選擇你自己適合膚色的 但其實可能有時候你的膚色 可能太紅 或者太蒼白 那其實你如果就這樣用濕粉去改善 它未必改善得夠好 那所以你就可以選擇用調色的 那就可以幫你調了膚色再上濕粉就會漂亮 那還有要留意一點點 有些學生就是他們純粹只是想改善膚色 但其實它是沒有什麼瑕疵的 那所以有時候我就是教了它用調色的 調完色之後上的碎粉 其實它連濕粉都不用用 那所以就看回你自己的皮膚狀態和需要 那好了 簡單來說 其實就不用死的 你明白了就可以了 譬如你 這個不是綠色的 那如果你的膚色是經常很敏感 就是偏紅那些 那些 又說很多 或者很多暗瘡印是紅色的 那你就用大綠色的Megabase 那它可以令到你那個泛紅的感覺 會減少 還有譬如有些人很容易臉紅的 可能一時或者是一有溫度的偏差 就會經常都好像關公那樣紅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大綠色的Megabase 然後有一些是白色的 其實通常這些就是光澤感強的 譬如 我繼續說回來 譬如有一些白色的 它通常是光澤感強的Megabase 其實它盡量是想令到你那個皮膚 看上去的光澤度增加的 所以如果你的膚色是比較白切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純粹是想令到你的臉光澤感強一點 你可以用它 不過記住 如果你膚色是偏黑的話 就不要了 因為會看上去兩字色很重要 如果你的膚色是比較偏黑的健康的話 你可以用一些白色的 它就可以跟白色的功能一樣 它也可以令到你的膚色看上去光澤感強一點 但因為它是白色的 它就會接近你的膚色 所以就不會像發霧一樣 所以其實白色和白色的顏色 就是一樣是看光澤度的 就防不同的膚色人用 然後有一些就是偏粉紅的 是用來做什麼 譬如你的膚色是很蒼白的 你是沒有什麼血色很青的 你可以選擇用帶粉紅的Megabase 這樣它可以令到你的膚色看上去 會比較紅 但你要注意 如果你本身很容易變紅的話 就盡量不要 因為它會令到你面紅的感覺加強 所以其實真的不用死 你只是在想 你自己的膚色 你需要調些什麼 你需要光澤感 還是想改善顏色呢 你想改善你的顏色的話 你是泛紅還是面青呢 然後再看看 你是膚色深還是膚色淺呢 其實就很簡單 但一般你想整個面 均勻你的膚色去調色的話 就全臉用 現在真的教大家上Base的方法 其實上Base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剛才也說過Base有很多種 如果你上得不好 其實就會影響Base的效果 現在我會用Sophina的遮毛孔Base 它擠出來的時候好像粉底色一樣 基本上它有少許的粉底調色 那種均勻的功效 而且它最重要是有遮毛孔 但你記得用這些Base 無論是全臉的調色也好 有少許遮瑕度的Base也好 你的份量就一定要適合 一般的粉底調色 一般的粉底分量 就可以了 如果不懂得的痕 可以均勻一點 就需要點五點 額頭、鼻、兩邊面和下巴 一般我們通常的瑕疵多 你記住了 你用Base也好 有需要的地方多些 所以通常我們都是用的瑕疵 還有膚色沒有均勻一點 所以我會先做臉盒 例如我教你們化妝 你們用化妝膏 通常是這樣擦 所以我會試兩邊給你們看 如果皮膚狀態好 用化妝膏後 可以直接上碎粉 但問題是你這樣推 光澤和調色 你不會看到的 因為你只是這樣推 其實化妝膏都會有光澤 你用按壓的方法 尤其是遮毛孔的粉底 調色的化妝膏 如果用按壓的方法 可以增加光澤感 雖然我只是用化妝膏 這邊我只是這樣推 好像什麼都沒有 這邊是用按壓 你會看到 看皮膚 你會看到 這邊的立體感是比較強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為何教化妝我會覺得開心 因為教化妝時 我發現大家有很多手勢問題 糾正了手勢問題 就是 你的妝膏就化得很漂亮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現在有時候 拍一些簡單片 都是給大家知道 原來一些小小的事 你發現了 你改了 其實你的妝膏就化得很好 所以尤其是 現在更加明顯看到 這裏 我只是上底層 立體感 是比較強的 這邊我可以抹擦的 其實就沒有了 立體感 所以記得 化妝膏都可以 帶到一個更好的底層